忘了吗 要不是当年江南亦绝不振 我怎么会 别说了 你还跟我提江南 家瑜 你要是对我一心一意 我是不会出这么多事的 就是因为你心里 一直有个江南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 我还告诉你 我能把你捧起来 我也能把你推下去 江南怎么样 当时他火不火 不是照样被我给弄倒了吗 你什么意思 当年江南是你设计的 对 就是我 就是我设计的 就他这点道 他怎么跟我斗啊 打人的事情 也是你安排的吧 是我 就是我 我告诉你 顾家瑜 就你这种女人 在江南那儿 什么都不是 江南一绝不振的时候 你离开他 到我这儿投怀送报 我觉得吧 在江南那儿 你早就是个贱人了 我ol 不会 什么不 他在那儿 不是 我们 계 我们家 大不 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 累了 明白 来 一 二 三 走喽 我喜欢你的眼眸 岁月的温柔 风景头在你身后 牵着你的手慢慢走 如果可以潜走这个宇宙 看你在里头麻药 这一颗心肠 我愿意为你守好 跨越着时空 到白头 你的温柔 像灿烂星航 在左右 如果可以 一起显然你心中 在整个宇宙和你邂逅 我 一大清早就偷懒 是吧 不是 师父 你快看 这网上在说我们 何家欢的事呢 何家欢 何家欢又怎么了 你别吓我 师娘 你看 师父 这不是顾家宜 那个助理吗 所以上次闹过敏的事 是顾家宜自己搞的鬼 难怪顾家宜 发微博承认 要退圈呢 好事 好事啊 不敢怎么说 这事总算搞明白了 咱们何家欢 可以堂堂正正地 开门营业 好事 也对 太灵 你到后厨看看去 看看缺什么菜 赶紧备备 得嘞 师父 媳妇 这是好事啊 应该高兴啊 是 总算还能看到点希望 咱俩好好做生意 多赚点钱 给程程看病 至于P2P的事情 我们已经搞过很多了 这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万一知道的话就废了 你放心吧 梁总 都OK了 OK了 放心 放心 梁哲他们之前 做的那个钢铁小柱 长租公寓 现在爆雷了 这明显是个P2P 非法集资 找个穷亲戚 做法人顶包 现在正在车子跑路呢 这么重要的证据都能找着 你这线人可以啊 可什么隐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好吧 不认识 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给你录下来 还正面发给你啊 顾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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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刚刚宣布退圈 我就收到这封邮件了 能这么近距离地 接触梁哲这些脏事的 顾佳怡是最有机会的 那曝光小美视频的人 难道是梁哲 肯定啊 顾佳怡和梁哲互私 把热搜给搞瘫痪了 当红女性顾佳怡 承认栽赃陷害 白月光秒变白莲花 这可真是一罪报的行闻了 那我也别辜负了顾佳怡这番决心 我最近收集了有关梁哲不少的证据 是时候让她付出代价了 对 梁哲在背后搞了这么多事件 咱们心仗就长一块儿算 听说琪琪今天就要走了